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方塊 那麼今天就是我們讀評論的第一集啦 因為過去一段時間呢 差不多一個禮拜這樣 我一直都在拍Shots吼 然後都是在講我自己的故事 所以我的故事講到有點累了 所以我要來開始聽一下你們的故事吼 然後這樣子就可以拍很長影片 真的是非常好的一個影片idea 然後我本身是一個非常八卦的人吼 我很喜歡聽那種學生們的親親愛愛啊 然後剛剛好呢 在我的影片留言區那邊 有一個人講 欸 講一下那個恋愛的事情 那我今天就來徵集一下我網友們的一些瓜吧 但是從頭到尾只有兩個人吼 所以今天的影片該非常短了 不好意思 我已經沒有時間等了 今天已經拜四了 我拜六又發片 所以我只能等到這兩個人的留言了 那我們就開始今天第一個瓜 第一個瓜是 今天一個人的 去年我們學校發生了一件注意是犯罪的事情 警察都來了 事情的情勢有個諷學的女生 在SPM前夕在告白牆上爆出了一個考生 她射行右肩並給出了很多證據 哇 這樣子應該真的是有點算犯罪喔 有個人將這件事情告訴Discipline 那邊還很好心的翻譯給老師看 一星期後 校方邀請警察來學校找女主們 沒錯 那個男的不只右肩過一個女生 而且最少三個 合法在IG上的牆主 本人很有幸認識那個牆主 並幫那個人掩蓋了身份 那個警察一臉嚴肅的查找了全校都找不到嫌疑人 老師也不知為何不再追究 這件事在全校華人和印度人之間傳播的非常廣 有傳言新加坡那裡都懂了 馬來人不懂 是因為這件事情最開始就是用華語來發的 我還把這件事情的所有證據都發給了各道報刊 只可惜我等了幾天都沒回應 於是只好刪掉 事情的最後告白牆被強制關閉 女主們和牆主都沒被發現 男主沒被懲罰 連退學都沒有 這件事情其實應該保密的 但是我非常不爽 因為我莫名其妙都被殺棋青猴 我就是那個猴 這件事情有點不禮貌 但是有的時候其實 好像每一個學校基本上啊 幾年幾年來都會發生這種事情的 但是我的學校沒有啦 因為我的學校是男校 男生跟男生還右肩的話那是相當的誇張的 然後其實講真有蠻嚴重下啦 畢竟這個應該是有關係到觸碰法律的東西 但是我發的貼文是講 欸 談戀愛的事情 怎麼搞到這種渣男的事情呢 我不懂我的傷官對不對啊 但是我是覺得 警察來他應該也是做多少少 只是做個樣子而已 他沒有應該很全力的去找那個人出來 因為畢竟事情是在中學發生的 然後真正來講他沒有真正的犯錯 我是不知道啦 那個裡面沒有講 但是他目前我來看啊 他是還沒有真正的犯錯 所以頂多就算找到了 也是給一個批評阿媽 然後或者給他退學而已 他是沒有什麼給他弄到法律上的糾紛的 然後我覺得啊 其實每個學校多多少少都會發生這種事情 因為青春期嘛 就是全部人一堆沙沙的 我到底在講什麼 然後你有講到為什麼馬來人會不懂 是因為用華語 可是為什麼印度人會懂呢 印度人都很多會華語嘛 所以我這個故事教導我們 女生應該多少還是要懂得保護自己一下 然後講到這個告白牆啊 其實我學校以前是有告白牆的 但是講真很無趣 因為我學校是男校來的 不可能會有人告白的 告白牆沒有告白 那算是個什麼東西 別人的告白牆是 哦 我要找那個女生 那個女生是誰 然後給那個描述一下 然後我們學校就是 哇 那個打籃球的很帥 哇 那個那個打籃球的很帥 然後其實只是朋友之間的互相調侃而已 所以我是覺得我們學校的告白牆相當無聊 但現在還有沒有不懂啊 反正我是沒有關注我們學校的告白牆了 然後最後你講到你被殺雞儆猴 因為你爆出這件事情 然後你被罰是這個意思嗎 我是 哈 這點我也是覺得有點奇怪的是 因為你在SPM前夕 搞到全校這麼亂現在才會讓 你被這樣子懲罰還是什麼情況呢 我是不知道吼 但是我是覺得 你如果被罰的話是有點奇怪的 然後你有講 你把所有的證據都發給了各大報刊 只可惜我等到幾天都沒回應 於是只好刪掉 為什麼要刪掉咧 報刊他們不報 我覺得也是有道理的 因為其實講真在我們這個年齡啊 我小時候也是會這樣子覺得 哇 好像發生這件事情 我覺得這件事情很大 但是其實 講真的到了 比較大一點年齡過後啊 會覺得 哇 這件事情其實很普遍的 你會覺得 哇 好像人生三光崩掉這樣子 但是其實你修了過後啊 你會發現 哇 基本上每個學校都有 幾件這樣子的事情發生的吼 就好像前陣子那個什麼Saki事件啊 好像幾個月這樣子過來哦 你會看到很多類似Saki事件的事情 其實陸續有被爆出來 我相信 肯定不止這幾件 只是他們沒有被爆出來 我是覺得我有點這種疲乏的啦 因為我是覺得 應該 很多這樣的事情啦 之前的故事吼 但是 講真 其實我這個提文發來 是要看那邊學生 中學生們的校園愛情 那些甜甜的戀愛 或者轟轟烈烈的戀愛 結果 唉 原來是這種渣男的事件 就讓我有點傷心了 沒有達到我的expect 那我們來到下一個故事吧 今天就兩個故事吼 來說下說過了的瓜 我們學校有一個蘑菇頭的男生 他是印度人 他算是我們的新年 這個故事是前年還是去年 課學老師和我們在班上講的啦 因為在那個小學畢業了 那個蘑菇頭也畢業了 然後不同學校了 我才敢講 那個蘑菇頭成績很好 雖然身為印度人 但是在華校成績都十年以內 哇 那真的是蠻厲害的 但是和他成績有一個鮮明的對比 就是他的性格和他的父母 進入今天的主題 哇 才進入啊 這個背景故事有點慘咧 就是我們的學校有一個很可愛 可親的老師 我們就叫他陳子老師吧 有一天 蘑菇頭在三樓的圍欄那邊生豬頭 陳子老師怕他掉下去 所以就阻止他 並沒有罵他還是打他 結果那個蘑菇頭回家 就和他的父母講陳子老師打他 他媽媽聽到了 就是一整個好像大腦的一個鈴聲 在那邊響了那樣 但是蘑菇頭媽媽還是覺得很不服氣 親自去質問陳子老師 為什麼要打他兒子 但是陳子老師就很無辜咯 明明沒有打蘑菇頭 後來他媽媽直接就是 去葡萄雅娜的教育局那邊舉報了 欸 這故事根本就跟 談戀愛完全沒有關係啊 只是一個校園瓜 不是校園愛情瓜 完蛋 今天的影片主題完全偏了 哈哈 講老師就在他的寶貝兒子 然後陸陸續續有一些 有關部門的人去調查的 他們的調查方式就是一個一個 去問蘑菇頭同班的同學 是不是有這樣的事情 那時候全部同學都否認 幸好全部都站在陳子老師那邊 欸 我是覺得啦 假定就算那個老師真的有打他 好像這樣子調查也沒有用啊 因為如果那個老師真的會打人 他肯定會提前威脅全班的學生 一定要support自己嘛 就是講自己沒有打他啊 不過這個調查肯定不是一次的 這個調查是很多次 那些官員好像每隔幾個月就來問一次 還把全班同學一個個帶進審訊室那邊問 歷事入口供 後來就由於沒有什麼證據 所以就結案了 當時全校老師看到蘑菇頭媽媽都 寧願繞遠一點的路去辦公室 還有老師到辦公室的時候去場地區 然後被另外一個老師問 後來傳聞有講 陳子老師因為這個事情所以有陰影 好像必須要吃藥了 所以我只想說 因為一個學生憑工夜照的謊言 就浪費同學和老師的力氣去配合光源 調查真的沒有必要 而且他們真的一點愧疚都沒有 覺得自己害了陳子老師的一輩子 勸父母要過度戀愛自己的孩子 你的孩子會害人一個人的一生 故事結束 至於為什麼我還記得 是因為那個時候科學老師那邊的人 由於一直被調查了 耽誤上課 所以成績很浪 哈哈 陳子老師近幾年我看他也是ok了的 不知道他需不需要藥物治療 但是希望他平平安安 因為他人真的很好 OK雖然說 整個瓜跟戀愛沒有關係 但是我還是要點評一下啦 其實我剛才已經一半有點評了 就是關於到那個審訊的方法的 本人覺得啦 就算老師打學生也是沒有什麼關係 因為我就算到風發了也是會被打 要看是他打的方式吼 是那種藤條打 還是那種拳打腳踢 好像霸凌的打 我覺得拳者那樣子是肯定可以的 因為每一個學校肯定都會這樣子 其實我不了解事情的全部啦 我要知道那個學生的媽媽 是用什麼樣的一個言語 什麼樣的一個資料 去舉報那個陳子老師的 因為如果那個學生的媽媽 她只是講 喔老師在學校打我孩子 然後教育部就這樣子介入了 那我是覺得 哇 那不是每一個學校教育局都有介入 因為每一個學校都會 有老師打學生的案例嗎 不可能每一個都要去查一下嗎 所以我覺得有點奇怪 為什麼教育局這邊會這麼認真吼 是因為那個學生的媽媽 講了什麼 污蔑她的東西嗎 還是這樣子吼 然後 重點來到那個學生了 這件事情呢 全部起因吼 其實只是因為 那個學生撒謊 並且 她那個媽媽也是很相信她 非常的溺愛她吼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過一個電影 那叫做壽烈吼 就是 有一個老師 被舉報講 她性騷擾的一個小女孩 一個幼稚人的小女孩啦 然後 全部人都很相信那個小女孩 因為他們覺得小孩子是不會撒謊的 不只是那個小女孩吼 是 那一整班的學生啊 都講 那個老師有性騷擾的那個女生 然後他們開始描述那個老師 怎樣性騷擾的那個女孩子 講什麼 把她拉去地下室之類的 然後甚至描述出了那個地下室牆壁的顏色吼 但是到頭來調查 那個老師家根本沒有地下室 所以從頭到尾只是小孩子在撒謊 所以有時候不用講這麼大了 這個應該是小學 幼稚園的人都會不自覺的開始在撒謊 幸好在故事裡面是 那些學生是有幫那個陳子老師的 他們沒有幫忙學生陷害陳子老師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比較慶幸的點 然後還有一個事情就是 我覺得 那個學生以後應該是沒有什麼朋友了 因為他們會知道 他有一個這樣子的媽媽 如果跟他相處 不小心發生了什麼不妥 然後那個學生回去跟他媽媽講了什麼東西 不管他講的是真的還是假的 他媽媽都是無條件的相信吼 所以這件事情是相當的嚴重 所以我覺得 他們應該過後肯定會有報應啦 這樣子陷害一個老師 因為他過後肯定沒有朋友了 然後我覺得比較實際一點的老師 應該過後也不會什麼關注他 就是他成績好或不好 應該隨便他啦 因為 但凡跟他有一個接觸啊 都會讓到自己有一點點危險吼 謠言是非常恐怖的 這件故事 結尾也算是不信中的大幸了啦 就是陳子老師最後沒有什麼問題 OKOK臨時插播第三條瓜 因為是我拍片的晚上才收到 So 馬上來react這第三個瓜吧 以前讀書的時候和男朋友在一起 不是一個學校的 過了幾個月 男朋友的前女友來找我 一個學校的 但是他剛和他另外一個男朋友分手 我感覺終於有一點 比較 轟轟烈烈的瓜了 並且是有關於愛情的 不像前面那幾個根本就是 啊第一個有啦 但是第二個毫不相關 So 我們就去念下去 信息我叫我去學校找他 到那天去找了他 站在他面前卻不理我直接走掉 當然我也就走掉了 但回家過後 那個女生卻信息我 怎麼你沒有來找我 不是叫你來找我嗎 我就沒回他 到隔天 那學生去找我哥哥說 叫你妹妹不要和那個男生在一起 那男生不好的 就很莫名其妙哈哈 而且那女生每天在學校都瞪我 斜我眼睛 過後和男朋友說 他叫我不要理他 但過了幾天 男朋友和我說 他沒放下前女友 讓我給他時間想一下 過後我們還是在一起 好久不長哈哈 過了一個月 又和我說想和他在一起 就分手了 最後他和他的前任再回一起 然後在一個小盒下 我和那個女生的 不懂哪一個前任在一起玩遊戲 他就看到了 信息我說 你王牌很厲害唷 怎麼不回我 是這樣的咯 厲害就不回 動位高很厲害唷 之類的話 反正我沒理他 哈 哇 終於今天是有點 比較像樣一點的故事了咯 我這樣子講是對這個文林 有點不禮貌 但是 呀這個才是我要的故事 雖然說發生在你身上是 你肯定是不會開心的 但是我看到這個故事才代表我前任的影片拍對了 sorry sorry 那麼我們就來分析一下這整件事情的走向 反正就是這個觀眾 的男朋友的前女友 某一天來找他講 哦 不要跟他男朋友在一起 他講那個男生不好的 一開始他會覺得 哦 原來他是一個很好的人 就是來提醒他一下 因為他們已經分手了 說不定那個男生是真的不好 其實他心底只是想要讓他們分手 然後 那個前女友在跟他現任男朋友 重歸就好 雖然說 是有點心急 但是我是覺得這個心急的手段有點太爛了 不好意思 這個手法真的是很爛 然後講著那個男生 其實多少也不是個東西 首先不要講他跟他前女友 複合這件事情 就是他居然在有現任女朋友的情況下 還有跟前女友有接觸 就是肯定有 聯繫有溝通才會想要這樣子 重歸就好了嗎 這是他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我該講的 他居然拋下 也不是講拋下 就是吃這碗裡的看這鍋裡的 還想要吃回頭草 跟前女友在一起 所以那個男生真的不是個東西 然後後面一段故事 就是講 那個前女友 就是諷刺跟嘲諷 那個 我們這個觀眾 就是 很明顯感覺出來 那個前女友是一個相當有心急 然後是一個 有一點討厭的人 但是他每次做的事情又很笨 感覺智商又不是很高的 手段這樣子 還是不要這樣子罵人 說不定他其實智商會不錯的 但是他就是 使出的手段不是很高 讓人家有點看不起這樣子 哇這個才是一個真正 混淆學生才會有的 心機的戰鬥 總算今天 是有一個比較像樣的故事 OK這個故事就到這邊 然後很多人留言 就是他們要我分享我自己的故事 就是什麼 你有喜歡的人嗎 畢業後你們怎樣 然後可以分享你自己的故事嗎 我們不要想要聽你的故事 然後我先講 那我不會分享我自己的故事 因為我前面也講了 我是男校的 所以基本上 我要有女朋友還是比較困難的 但是其實我看到身邊很多人 還是有交到女朋友 就是我學校的學生 他們都是在一種 補習啦 打遊戲啦 社團啦 有遇到女生 所以他們還是有交到女朋友 所以說不定可能 是我本身性格的關係 可能我讀混系 我也是交不到女朋友 然後相信看我影片的觀眾 大部分年齡層都比較低 都是18歲以下 要嘛就是小學 要嘛就是中學的人 觀眾 我相信這個年段的人 通常也會看另外一個YouTuber 叫做大半季 他很常講那些 屁孩談戀愛的故事 就是吐槽他們 某種程度上 我是很同意他講的東西 因為他講那些故事 大部分都是那種 哇好像 什麼都不懂就開始談戀愛的人 然後是那種 談了 然後不到三個月 或者兩個禮拜就分的人 這種戀愛 我覺得大半季會吐槽 我是覺得相當的有道理的 然後我覺得這種題材時 應該也滿受現在 中學生小學生的歡迎的吼 但是你沒看到啊 我沒有什麼拍 關於愛情的影片吼 因為其實我大部分的故事啊 我都是當做一個笑話來看吼 但是對我來說 愛情不是吼 我可以嘲笑我自己很多 很尷尬的經歷吼 但是 我不會把愛情當做一個笑話 雖然說大半季很常 嘲笑那些屁孩去談戀愛啊 就是那種兩個禮拜就分啊 就覺得他們很好笑 但是 但是我自己的想法啦 在你可以認真對待一段戀情的前提下 在中學你一定要去談一段戀愛 為什麼呢 我以前在抖音看到那些中學生談戀愛啊 那種 校園愛情 穿著校服在學校那邊 牽手走來走去這樣啊 我會覺得他們很笨 因為全部人都知道嘛 校園愛情沒有機會可以達到最後的 可以達到結婚的 肯定是沒有幾個月 或者沒有幾個星期就分了的 所以我會覺得他們很好笑啊 還是這樣子 但是我現在畢業一段時間過後才發現啊 我以後再也沒有機會談這種戀愛了 我是不知道我未來會怎麼想啊 但是我目前為止 學到了一個東西啊 叫做錯過 如果你在中學不談戀愛的話啊 其實你錯過的不是一個女朋友啊 還是一段甜甜的愛情 其實你錯過的是你的青春 哇 我憑藉著我自己的努力 終於把今天的主題拉回來了 就是 中學談戀愛的故事齁 雖然說我沒有講到我自己的故事 然後那些分享的故事 基本上也沒有幾個關於到 笑容愛情的 但是 我不管啊 今天的影片就是這樣子了 如果我不剪出來的話 這個禮拜就沒有影片了齁 那麼我就覺得這樣啦 如果有什麼故事 什麼瓜的話 可以在下面留言齁 如果夠多的話 我可能再拍下一部影片咯 那麼就這樣啦 掰掰